今天是幾號啊? 2月5號 我們今天要去機場接Truffle 我們已經等了他快一個月的時間了 我們已經等不及了 迫不及待了 終於要去接他了 對 我們從台灣訂了椅子的小公司 那時候我們坐飛機過來 那我們等了快點 現在倒數7分鐘 要去機場接他 我們終於到了LAX的EVA Air Cargo 要來接Truffle了 Yay! 目前已經過了10分鐘了 可是我們還沒有找到Truffle了 因為你知道LA就是這樣子 美國人做的東西是亂七八糟的 讓你看一下外面 亂七八糟的車都亂停 然後呢 我們剛剛去了第一個Duck 然後他們叫我們過來這邊 那我們來到這邊之後 他們就說要回去剛剛那邊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去找 可是在找的路 路途中 是說路途中嗎 對 所有車都要停在路中間 對 所有車都要停在路中間 所有車這邊是隨意停在路中間 所以我們現在完全就被卡住 然後坐在車子 不知道幹嘛 我們過了 而且我們的狗應該是2點50分到了 然後我剛剛就先打電話過去問 然後他們就說 要至少兩個小時才會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提早到 我們現在已經4點到了 結果現在已經4點15分了 我們還卡在路中間 然後現在被什麼卡車疤 看到了嗎 超級恐怖 我在這邊走路 我為了接這隻狗都可以沒有命 終於找到了 就是這裡 有黑暗的小門進來 非常的不怎麼樣 然後呢 他叫我們check in 沒有想到現在這種地方check in 對 就在這裡check in 我們現在剛剛check in完 然後我們剛剛進去這個小門 這個小門裡面有一些人員 然後呢 他把我們趕出來 因為現在是特殊情況 現在是COVID 他說裡面只能有4個人 所以我們就必須出來等 我們已經等了大概5分鐘了吧 不知道還要等多久 裡面滿滿座的人都沒有動作 所以應該會等滿座的人 我們剛剛終於成功進去那個小房間裡面等待了 結果沒等 每做下一分一秒 我們就又被叫到櫃台 說我們的狗現在正在處理 然後他們因為很忙 所以呢我們還要再等20到25分鐘 不知道到底什麼都可以拿 然後他叫我們出來等 我就把車開過來好了 你知道這邊有多人嗎 他叫我們出來等 OK 從剛剛到現在 現在已經快無聊了 然後我們現在還沒接到狗 那我們就來說說 我們是怎麼樣去找到Eva Air好了 讓大家生存時間 不要像我們一樣 跑東跑西最後還是沒接到 OK 那一開始呢 從那個路口載進來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 Sign 我們剛剛影片前面有拍到 寫Eva Air Cargo 那你千萬不要被他鎖片了 你不要 你不要停 你開 再往裡面開一點點 然後進來 你會看到有個Sign 寫Eva Air 那確切地址呢 我會 我會include在底下的那個comment裡面 讓大家知道可以生點時間 不用像我們這樣 跑前跑後的 直接 找到那個地址過來就好了 它是一個很長的那個warehouse 然後我們在中斷的地方 然後會有一個很小的 很小的告示牌 一些 cargo Eva Cargo 就可以進去 還有一個要說的就是 你千萬不要問路人 就是呢 路人他們 每個人跟我說的都是不同的答案 所以你只能靠自己 靠自己的聰明明銳度 去找到你自己的小狗 那通過我們這個影片呢 希望你們可以 省點時間 不要跟我們一樣 你覺得我們從台灣買狗 來划算 比美國這邊的breeder划算 你說價錢方面 價錢方面 但是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能 就有個缺點 就是你沒辦法現場看到小狗 只能通過影片還有照片 嗯 那你覺得那些vaccination啊 breed certificate啊 這些東西的 在台灣弄 跟在美國弄 有什麼差別嗎 我相信台灣他們的證書 還是算是 有效率的 因為有簽名 然後有醫師的名字 還有診所的名字 都在上面 應該是蠻可靠的 那Truffle 然後他dewarm了嗎 dewarm 然後dewarm 然後dewarm first shot 對 好 我們的狗叫Truffle by the way ok 經過了一個小時的等待呢 我們終於拿到了他的文件了 yeah 可是呢你知道 美國人辦事就是這樣子 這麼的沒有效率 然後又喜歡做一些 很多餘的事情 現在呢 我們要開車到一個 一個另外一個地方 他說要五分鐘的路程 聽得出來 五分鐘其實也是蠻遠的吧 為什麼不能在這個地方弄一弄就好了 然後我們弄完之後呢 才可以再回來 可能接狗 我們終於幫他清關了 現在終於可以去拿狗了 噢天啊 剛剛那個海關真的是超級他媽的兇A Can you describe what just happened 剛剛海關說我們是不是拿狗來販賣的 他說我們是不是想從台灣進口 然後拿來美國賣 然後破壞這裡的市場 那我們就跟他解釋說 當然不行 這個東西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在網路上公開 不過他剛剛說 他剛剛問的問題是說 你為什麼要從台灣買狗 在那邊不能買狗嗎 你是哪一國人 然後你從哪個國家買來的狗 反正就是 就是很像在抓犯人那種方式在問你 真的是 養一隻狗不容易 他還問我說我為什麼要買這隻狗 然後我就 我就看著Jack 然後就看著那個海關說 因為我很喜歡一隻狗 難道還有什麼原因嗎 我們現在再往回去剛剛那個EVA Air Cargo的地方去接Truffle了 剛剛看到 其實已經看到他了 在那個柵欄的後面 然後看到他跟幾隻其他小狗在那邊 他們就把他放在地上 像是貨物一樣 不知道我們現在過去他是不是還活著 他已經是十幾個小時沒有吃東西了 十六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然後又很冷 剛剛那個很恐怖的那個Ware House 裡面的環境就是 很冰冷 然後又很黑暗 我們該不會就是 付了一堆錢 辦了一堆手續 然後接了狗 然後回來 他 我裝Truffle會沒事的 他會在那邊乖乖的 真的嗎 對 他要是怎麼樣怎麼辦 你要不要急救吧 我會馬上幫他做員工 我會馬上幫他做員工 還是你要跟Truffle不要跟他垃圾 oh no 拜託 那天 現在已經 你看這個天色已經黑了 現在已經快六點了 再拿不到我就回家 你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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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位大俠帶我們去拿走了 oh my god 終於接到了耶 你拿剪刀嗎 你拿剪刀嗎 剪刀 你拿 可以跟你借嗎 可以跟你借嗎 很強快的 好啊 你很專業 因為我們上次來我順便帶剪刀 我要進去就要借 那我們的疫情嚇死了都不敢摸他們的東西 也是 因為你現在抱著他 在看上 oh my god Truffle你真的很可愛耶 她的腰椅包耶 嗨 Truffle 嗨 她很乖耶 Truffle你知道嗎 你有一個很老的姊姊 她叫做妞妞 她跟你一樣是台灣人喔 你看她的臉 oh my god 她好小喔 真的媽咪 真的 我要給她擦一下 因為今天晚上我覺得有點冷 先不要給她洗澡 怕她會感冒 是這樣擦嗎 我穿那個幫狗洗過澡 不是你先那個 握住他的腳 然後搓一搓這樣子 然後搓一搓 就要不要沾 哇 抽粉真的有點太熟了 喔 她知道了 好啦 希望整個從台灣買狗到街機的影片 能夠幫助你們更了解整個過程 整個街機的過程一共差不多是兩個小時 等待她來LA的時間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如果你們有興趣 也想從台灣買狗的朋友 可以在底下留言或者私信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麻煩在底下幫我們按讚訂閱和分享喔 Truffle說掰掰